大家好 我是阿关 又在操盘手的秘密跟大家见面 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大数据专家来谈论房地产 我们经常说数字会说话 数字也会说谎话 到底数字告诉我们什么 在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市地政局局长张志祥 阿关好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局长张志祥 这是一个男生的名字 五甲包换是个女生 他们跟我说要访局长的时候给我名字我以为是男生 怎么会是一个这么如胶似 谢谢 这么貌美如花的局长 听说爸妈那时候取名字的时候没跟妈妈商量 据说是这样 我妈告诉我的就是 老爸去报户口的时候听说取了好几个女性的名字给我妈妈挑 那我妈觉得都很好听 那都可以就让爸去报户口了 就户口名簿拿回来一看完蛋了 怎么变志祥 然后我妈说那你给我看那些名字呢 在家里叫的 所以我在家里有一个另外的小名 还蛮可爱的 就是跟那个小说家一样 我叫张爱玲 所以爸爸是 这是爸爸的阴谋就对了 他怕妈妈反对 我也不晓得 听说是照家谱去看 所以很特别 所以张志祥局长是一个非常厉害 而且很漂亮的女局长 谢谢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大数据 为什么请局长来谈房地产呢 因为地震局管一样东西叫做实价登录 那其实实价登录就是一个资料库 就是一个大数据 从大数据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端 你是我们来谈一谈 台北市大家都说是天龙国 不是吗 所有的年轻人都说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 还是买不起 那从大数据里头 局长来讲一下 我叫艾玲好了 艾玲比较 志祥局长 志祥局长来讲一下 到底在实价登录的大数据里头 我们看到台北市有没有 年轻人买得起的地段 然后未来有发展 有 其实如果 因为其实实价登录是从101年8月开始实施 到现在台北市大概有超过25万笔的申报资料 对 25万笔的资料 其实在全省各县市来讲数量是非常大的 那各位市民朋友们如果觉得说 其实我们的实价登录的资讯 有兴趣的进去捞一捞的话 其实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亲民的数据是可以参考的 我举一些例子好了 如果要谈亲民价格的话 就CP值高的啦 因为我想要住在台北市 台北市信义区很厉害吧 信义区很厉害啊 那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的 每平大概房价大概破百万的比比皆是 但是无心街很棒吧 无心街其实是在北一商圈 那附近 而且它其实就是在信义计划区的旁边 是 好像比较边缘一点 也还好 但是台北市交通非常的便利 其实那边公车非常的顺畅 然后公车的量也很多 所以转乘捷运也很方便 那又是台北医学院的附近 其实大家如果去仔细找一找 四字头的公寓还是有的 所以还有四字头的吗 是 用心去找一下 我们的成交记录里面就有 所以其实你说 哎呦 天啊 比较 它也是在信义区啊 所以中介都告诉我们 在信义区没有个七字头 八字头甚至三位数买不到 是 是 不见得 不见得 但是要用心去找 那比如 无心街我小时候就住无心街 是哦 无心街我很熟啊 现在改名叫松人路有一段对不对 现在改名叫松人路 所以呢 接了一段 观众朋友 只要是松字头的 哎呀 那不得了 对不对 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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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厉害的 松字辈的当然比较难一点了 松字辈有四字头的吗 松字辈我觉得比较难 它也是在无心街那一段嘛 但是 它其实就是说 无心街的后面了 对 因为它是公寓啦 当然屋龄也比较高一点 但是就是说 其实以整个区域的生活环境来讲 美平还有四字头的 我想应该还是蛮吸引人的 对 就在西域计划区隔壁 所以这是 其实我们从十价登陆里头 可以看到的端倪 就是我们发现 并不是像中介所说 如果我们认真做功课 我们发现这一区竟然还有四字头的 特别是很多人会说 十价登陆不准啦 那可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资料 不是的 内政部的十价登陆可能比较慢 但是据说台北市的十价登陆 每天更新啊 是 其实十价登陆的资讯 我想其实所有视频朋友在运用上 可能其实外界也有一些批评 就叫做虚价登陆啦 也有人这么讲 因为它是一个政府提供的一个 造假的平台 好吧 算是造假的平台 也可能是 但是就政府部门而言 这些资料要给市民朋友来参考跟运用 正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另外当然一个就是速度了 正确跟速度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我觉得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台北市的经验 如果我们今天讲速度 刚刚阿关讲的速度嘛 我跟你讲 这个揭露的 买房子就跟你去餐厅吃海产一样 是十价嘛 对不对 这部虚价 长可能五百 今天可能清理过年的时候 那个白仓一为两千块嘛 所以房子也是十价 如果像内政部那么慢 那它可能是三个月 可能是半年前的价钱 甚至像预售屋 都还等到结案才增进 那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价钱了 那怎么会准 当然不准 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民众来办理买卖不动产登记完成之后 它要做申报 这是我们十价登录的基本的这个原则 好 资料有了之后 政府到底多快可以把它公布出来 其实一开始内政部的做法是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这个价格才公布 也就是30天才把这个资讯揭露 那后来呢 缩短一点 最后都变两周 现在的内政部的十价登录的资讯 以及大部分的县市政府都是10天 10天更新一次 10天更新一次 但是不是你10天前登录的资讯 10天后一定保证可以出来 但是10天更新一次 台北市很早就做到 等一下这段我有点听不懂 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买卖了一间房子 那我去登记嘛 那通常买卖房子是你在整个 在完成之后多久要去登记呢 30天内 30天 那我们举例来讲 假设呢 我从买房子开始谈价格 然后谈完到办好手续 大概也要一个多月吧 通常你要去办贷款啊什么 所以假设你是在2月1号买房子 你可能全部办完已经到3月中了 3月中你再过一个月 你可以有一个月的缓冲期嘛 所以你可能是在4月中去登记 才去办登记 才去办登记 你是2月1号买房子的哦 决定好价钱 已经跟屋主乔好价钱了 签了合约了 可是你到4月中才去登记 但是你登记之后呢 我们的政府机关并不会在4月中 就介入给我们看 不会 它可能要过10天 那是最快的 但10天我还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换句来就是说 你可能在4月底 还没有看到这一笔价格 是 所以其实 整个讲起来 如果从你的买卖开始 大概有两个月的落差 那台北市其实是已经 频率 揭露的频率已经到7天了 我们很早就是用周来做揭露的 这个工作 那今年的1月1号 1月14号我们又跟屏东 国立屏东大学来合作 透过他们的这个大量估价的研究中心 大数据跟大量估价研究中心 来帮我们用系统来判读这些资料的正确性 所以其实我们从今年110年1月14号开始 台北市的实价登录资讯 已经可以用一天来计算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假设我们在用刚刚那个例子 假设我在2月1号买房子 但是我可能在3月中才整个完成交易 我去登录 所以在台北市 假设你是3月中去登记 你在隔天 隔天 第二天 这一份交易的资料 就会在网上上揭露 当然第一个你要通过我的检查 你申报的资料是正确的 那一天就可以检查完吗 是 因为其实现在透过大数据的 就是系统的来做检核 其实 屏东大学是告诉我们 他10分钟就可以回传这个资讯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第一个 对民众来讲 既然我们刚刚说 实价登录是一个大数据资料库 这个时代 数据很重要 是 透过数据和科学化的分析 你可以知道趋势到底往哪里走 你从 假设像我们刚刚讲的无星节 我从最近成交的几笔 我就可以看出它到底是往上涨呢 还是往下跌呢 最近交易的热络度如何 到底是2,900一笔成交呢 还是两个月才一笔成交 我们从这些大数据的data里头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区 到底未来 现在的热度 以及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速度很重要 第二个正确很重要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正确 我们来比较一下 为什么实价登录会被民众讥笑说是虚假登录 内政部的比对 跟台北市的比对到底有什么不同 讲到正确 我觉得 我当然这个老王卖瓜 我要对台北市自己的 这个实价登录的资讯 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 你们可以很有信心 我们有三个机制来做检核 第一个就是台北市自己其实本身就有开发一套系统检核 就刚刚您讲了 其实我们有二十几万笔的资讯 我用这个来做比对 其实我们自己在107年 我们自己就有开发一套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检核 那就是拿过去的一些历史资料来做比对 那你是发现说价差太大了就有问题吗还是 是 那如果说你的价格其实在这个历史资料里面 你偏高偏低 其实我们是不会揭露的 我不敢说你一定有问题 那偏高偏低的range是 它要偏高到多高偏低到多低 大概上下百分之二十以上 也就是说它这个房价超过平均的 就是说我的历史资讯里面 百分之二十的上 就超过这个幅度以上 我们会认为它有一点问题 那有一点问题也不是说就一定不把你揭露 我们还有一个辅助的机制就是 我们在108年跟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合作 签了一个MOU就是专业 因为市场上这个不动产的行情 其实这些估价师最清楚 所以我们把这些有疑问的资讯 再请不动产估价师帮我们做一个double check 这是第二关 这是第二关 那所以如果说通过这两个检验觉得OK的 我就会把你揭露出来 那如果发觉你还有问题 而且问题有点离谱 那不好意思了 我们可能要对这个当事人做一点提醒 所以我们也会送检调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觉得说 其实市场上如果说放任由不孝的这个人士 你故意透过这个政府公开的平台来造假 然后误导这个市场 那我们觉得其实这此风不可掌 所以台北市到目前为止也有两个case被送检掉 那两个case的情况可不可以讲一下 对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其实听完之后我想尤其金融机构 我觉得特别要提醒一下 其实第一个案子在内湖 他当初来申报的价格50平左右 50平2150万 其实一平大概要42万 公寓 可是内湖42万也不算 要看地点 其实这个2150万进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是同仁在判断的时候 就觉得他有点偏高了 所以没有把揭露 留在手上 结果没多久 买方来申报说我要更正 更正多少 更正成1300万 2100跟1300差很多 差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发文 请这个当事人说明 怎么回事啊 对 而且为什么价格差这么多 我猜是这样的 2100是为了贷款方便 你答对了 阿关真的非常聪明 那1300呢 才是他实际的存交奖 是 所以他要更正嘛 贷款已经结束了嘛 对 贷下来了嘛 贷下来 对 那银行就那么傻啊 用2000借钱给他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过后来 这是以外贷 那搞不好他从银行搬的钱 比他买的房子的价钱还高 是 那结果这个人怎么讲 他就说 我们也是听朋友讲的 他就说 大概就有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就 用这个价格来写 然后去跟银行贷款 那后来发觉不对 我们弄错了 应该是1300万才对 所以我们 我们想要申报错误 再回来改 这是一个 另外 第二个案子是在大同区 也是一个老旧的公寓 27坪左右 27坪 卖980万 价格听起来是合理的 合理的 合理的 那所以也登陆了 没问题 结果 过没多久 国税局来通知了 国税局来通知说 帮我们查一下 奇怪 我们看你们的 实价登陆 这个房子是卖980万 为什么银行来问 银行那边受理的是 1660万的贷款案子 所以他做了AB合约 是 所以其实这两个案子 那结果我们查起来 就再跟请当事人 来说明 说明的结果 其实真正成交的确是980万 但是他跟银行的贷款 是1660万 所以其实 那你怎么那么好骗银行 不是自己都有估价师吗 他们会去见价 所以我这个案子 我们检讨的结果发觉 其实所有的银行的贷款作业 其实我们一般的这个乘务买卖 会先去找银行 对不对 先估价 谈好就是说房贷 大家可以贷多少钱之后 双方大概7月就成交了 对 溢价了 然后最后才去办登记 登记完之后 才做实价登录的申报 其实有一些银行比较仔细 他们会double check 回来检查实价登录的资讯 跟你原来跟我贷款的这个价格 是不是一样 其实我是觉得 其实从这两个案子听起来 都是想要搬银行的钱 对 通常会把价格报高 就是为了要从银行搬钱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 呼吁就是说观看我们影片的市民朋友 不要心存侥幸 其实价格如果实在是离谱的话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可能会造成你一些处罚的机制 对 那尤其现在我想从去年7月1号开始 其实实价登录的申报义务人变成买卖双方了 过去可能是 过去是地震市 实际上就可以比对了 对 那现在是买卖双方 我们觉得实价登录会做假的机会 应该会少很多 因为买卖双方会互相勾计嘛 我报高你报低 这个一定有人受审害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买跟卖方之间会有一点牵制的作用 那我问一下预售屋 因为现在内政部规定预售屋也要报了嘛 是 不会像以前 等到结案很久很久以后才报 现在就是你交易完之后就要报 就跟我们一般乘务一样 那通常预售屋呢 过去比较为人所诟病的都是 预售屋在建商在报的时候 他在结案之前呢 他可能成交的价格高的 他就去报 成交价格低的 他就先不要报 因为他可以等到结案之后再报 他有个时间差 那通常建商报高的都是 当然就是为了他将来的销售方便嘛 他告诉你说 你看我这社区 谁要登录上 我就是买多少多少 所以他为了要卖你高价 他就报高的 那到底那一户是真成交假成交 我们不知道嘛 有些是假交易 就是他随便找一个 有可能 员工啊 或者认识的人 是 假交易 因为预售屋有一个很方便的点是 他其实因为还没有做 还没有真的做这个 还没完工 对 他还没有真的 真的到地政机关做登记 地政机关到登记 所以他的权状还没有登记 之前呢 他可以说他退户了 他退了 他定了之后呢 他后悔了 所以他定间被我没收了 他不要了 所以他只在把那个下交就好了 那现在的实价登陆能够杜绝这件事吗 因为那就有可能价格是假的 最有可能价格是假的 就是预售屋 去年底就是实价登陆2.0 这个三法修正通过之后 预售屋应该是要全面纳管 那预售屋全面纳管之后 现在连这个实价登陆的作业也提前到 就是预售屋现在未来是 只要成交跟一般乘屋买卖 新乘屋中古都一样了 只要是成交之后 30天内就要做申报 这件事情 所以他已经不能漏报 他要堵一个洞 但是另外一个洞还是没有堵 就是如果他先登记高的 他将来去办退户呢 这个有可能 所以我们的这个退没有被宰命 应该是这样讲 现在内政部正在定所有的执法 以及申报系统正在做修正 目前还没实施 这个就是实价登陆2.0的新法的这个施行呢 有可能是在今年的7月份 那现在内政部正在做相关的配套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纳进去 我不知道内政部会不会做 特别市政府也可以想想看 因为预售我今天登记了之后 我登记高价 如果我将来再用退丁退掉 其实他可以有利 他在销售期间的坐价 但如果他的备注栏被注明说 这一户当初是登记150万 可是登记的时候是3月5号 到了8月2号呢 这户被退掉了 那这个资讯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会不参考他 对一般民众来讲 因为他的备注栏如果告诉我说 这一户其实在登记之后 没有多久或几个月 或者销售期过了之后 他就被退掉的话 那我一般消费者 我就会把他当作一个不可靠的讯息 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做纳管的话 我觉得又可以堵住另外一个洞 是 所以未来 我觉得相关的配套应该是 第一个建商嘛 起造人这一边或者代销公司这边 另外一个是消费者 消费者你如果真的退订的话 其实这个资讯你自己要保护你自己 因为你现在没有买嘛 对 那当然这里面可能要担心的就是说 会不会有业者造假的问题 现在就是担心 根本从一开始的那个就是假的 就是假的 然后最后他再把它退掉 是 那这个我们其实会变成 我们会服役现场实际查核 我觉得最好就是他曾经登记过 但几乎后来被退掉呢 应该要做查核 是 也就希望他能够 如果我们要求他也要登记的话 就会被纳管嘛 那将来这一户再卖掉的时候 他就会换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是 所以其实是可以比对的出来 比如说你第一时间是李小明 但是真的在全壮登记的时候 变王大同 表示这中间换约过了嘛 或者被退掉过了 我们是不是在预售屋的部分呢 在实际上登陆可以做 其实在电脑上比对很容易啊 高科技做得到嘛 他到底换过几个名字 这中间是不是曾经被退订过 为什么当初买 然后或者红单也是一样嘛 为什么当初买是姓王的 后来这中间换了一个姓林的 结果到全壮的时候又变成一个姓陈的 这中间就可以去查 红单现在是立法员禁止交易了 不可以红单交易了 当然这个技术面 怎么去克服 就是说这个是之前预售屋要做实际上登陆 业界一直反弹的一个理由 他们也是认为说预售屋在这个交易的过程里面 其实买进卖出 就是说退定的这个问题会很平常 很稀松平常 但是很容易被作假 是 所以未来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机制 或者说保障真正成交的资讯 不要变成又是大家做一个 好像制造一个卖得很好 价格卖得很高 好 销售率真的是很高的那种假象出来 我想内政部现在正在讨论相关的配套机制 大家应该是会很慎重来处理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再回到CP局刚刚谈到的 其实施加动物就是一个大数据 所以从大数据里头你刚刚告诉我说 可以留意一下 并不是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买不起 在信义计划区旁边的信义区 在北医 台北医学院附近的五星街 其实你还找得到四字头的公寓 这在施加动物上是真的看到的 那除了这一区之外呢 还有别的地方吗 在香港的物件降价马上通知你 找到你想要的房子都在聪明买好房 比如说内湖啊 内湖 内湖应该是大家现在眼睛都为之一亮 因为我以前就住内湖 我现在住南港 阿关你住的点还真是非常好的地点 尤其我们南港 我买内湖的时候一瓶二几万人 是哦 那是民国几年了 2004年 那其实也还好 就SARS隔年 2003是SARS吗 204 进场非常好的时机 那个是低点 当时内湖还没有文湖县啊 所以还没有捷运效应 所以就是文湖县通了之后 其实内湖县所有的公共建设 其实是非常齐全啊 再加内科进来等等的 新城屋现在六七十 跑不掉了一瓶 甚至更高 更高 捷运沿线的中古屋大概也要五字头 五字头买得到吗 捷运沿线 中古屋啦 那我知道的那个康乐街附近 康乐街在哪里啊 南湖高中对面那边 东湖 对 东湖 东湖 那边算东湖 其实那边很热闹啊 对 菜市场啊 学校啊 康乐街 对 交通都很棒 对 然后 比如哈拉影城啊 可以看电影啊 你果然是很熟 对 有菜市场可以买菜 那个东湖的菜场非常大 所以那个地方可以买到多少钱 可以找到多少钱的 好像还有三字头 三字头 对 局长一说我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所以其实我们台北市实价登陆资讯 真的是内容非常的丰富 就是要用功啊 真的 真的要用功 就是要用功啊 要做功课啊 是 不是听众这几句说 侯鹿也跟你说 现在这边已经涨到多少多少多少 你就以为你买到的价格是合理价 其实硕定真的买贵了 有更便宜的买得到 真的是可以比较 其实真的货比三家不吃亏 那我们台北市的资料 因为秋实在二十几万笔 你如果光是点点点你去看 你真的是看花了啦 但是当然就像我们说的 这个是要看最近的啦 是 因为买房子就十价 对不对 我刚刚讲了十价 所以你看十年前的是没用的 你要看最近的 但是历史资料是可以参考的 台北市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服务啊 就是我们透过地号去做整合 我们同一栋建筑物 同一个社区 我们可以把它相关所有历年成交的资讯 全部都给它秀出来 这个叫做社区交易履历 就是我们通常比如说 我这样举个比较夸张的例子 地宝好了好不好 地宝 地宝里面的交易价格大概都是怎样啊 这几年的有没有交易 然后交易的价格大概如何 我想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大概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对不对 那台北市就提供这样的服务 就是说在过在目前 就是说新制还没上路之前 十价登陆因为是区间嘛 区间目前内政部还是30个门牌 30个门牌 30号 30个门牌一个区间 一到30号 7月1号上路以后 它可以登陆到 全门牌 可以揭露到单一的门牌 未来是全部门牌 全部揭露不再长了 那目前是30个门牌 台北市已经是做到 五个门牌了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法令规定是说 你要用区间化 去识别化 这是原来法律的规定 所以也不要怪政府说 为什么不门牌全揭露 是因为法令规定 当初是说有考虑各自的问题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们揭露的资讯里面 并没有个人的姓名 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 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各自这一点真的也是不用担心了 好 那其实这些区间式的资料 又这么多 你要点点点去找 真的是会花掉 所以我们透过地号整合 所以我刚刚讲了 台北市只要叫得出名字的社区 在我们的地震云里面 全部可以查 红圣地堡啦 什么园历啊 这些都可以查 所以以前的施加登陆 应该说现在的施加登陆 现在 7月1号上路之后 11号我还不确定 不太确定 虽然可以揭露到单一门牌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 即便是在仁爱路 动画南路 有可能就附近的 比如说你是100号 可能102号就是一个老旧的房子 可能104号就是一个老公寓 都有可能 即便它那个号码在旁边 都不见得是类似的 或相同的产品 所以社区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同社区就没问题了 特别是同社区 到底它的交易情况如何呢 跟这个社区管理有关系 所以我如果看这个社区 它最近请在架一直往上电高 我知道这个社区 第一个它的价格是一直往上的 第二个它的管理是好的 第三个它的价格是参考性比较够的 因为同一个社区 除了楼层不同之外 其他的条件都是一样的 对 当然就是说 同一栋社区里面 方位 海关还是有一点点影响 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其实当初 在考虑这个实价登陆 怎么样让它加值运用 可以更满足市民朋友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一个想法就是 当你想要去买一个房子 你看到这个社区 或者说你的朋友住这个社区 觉得它管理很好 或者是房子住得很好 你会想到这个区啊 这一栋建筑物 有没有人在卖 或者之前卖的价格怎么样 今天我有房子想卖的时候 我也想知道我们这个社区 大概都卖什么样的行情 是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设计了这个 社区交易履历的查询 我觉得这个超重要 一开始我们先从百户社区开始 叫得出名字的 这个很好 比较好查 到现在为止 台北市大概27,000栋的房子 只要你是独立一栋的 不管你有没有名字 不管叫不叫得出名字 大小社区 大栋小栋的这种住者 我们全部都让你可以查 所以这个是社区交易履历 提供一个市民朋友 就是说在目前 实价登陆门牌 还用区间的这种状态之下 几乎等于已经是接近 这个全揭露的状态 就是让你这个社区里面的资讯 很容易去查出来 那未来我们会在整个 这个实价登陆的查询的机制上 会让大家更便利一点 因为现在用输入的方式 那现在用社区名字输入 就可以查得到吗 对 社区名字就可以查得到 比如说大安社区 你打大安就可以是不是 你只要选 你看你在哪一个区 大安区里面 叫得出名字的社区名字 比如大安区里头 一个叫大安社区的 我只要打大安社区就可以 不用打 我们直接上面都 你下拉社区点它就可以了 很方便 非常方便 另外就是没有社区名称的部分 我们是在图上用编号的 你只要图上点那一个点 马上也是秀出 这一个社区如果有过成交记录的 历年从101年到现在 历年成交记录都秀给你看 好 我觉得这个对于 想买卖房子人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即便是就在隔壁 就在对门 有时候不同社区价格就差很大 特别是现在有大楼的管理 管理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或者这个社区的居民 我们经常讲 有的时候同一个社区假设套房多 或者住的人分子比较复杂 他可能交易的频率比较高 或者他卖压比较重 他就会让价格比较乱 虽然是同一个地点 同样的大环境 但是因为小环境的不同 价格也会差很多 我在想我们这个社区交易履历的机制 在实价登陆门牌全揭露之后 我想应该是就更清楚了 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知道 你就是哪一栋了 非常清楚 那其实一栋社区里面 其实门牌可能还是有很多种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100号 100之1 100之2 100之2 都在同一栋嘛 对对对 其实未来让大家更方便查 其实社区交易履历应该我想 目前应该是领先全国 只有台北市能够做到这样 那这个实价登陆的资讯 我觉得应该是对市民朋友很有帮助的 所以欢迎大家 尽量地去查这个资讯 对你们是很有用的 好 所以在今天非常感谢张志祥局长 把他的这个数据分析 带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经常说 就像我刚刚开讲说的 数字会说话 数字也会说谎话 不要让 错误的数字影响你的判断 好 谢谢局长 谢谢 感谢所有的高众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 CP值超高的房子 操盘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 打开小铃铛哦